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福奇社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754级的节目 我们再给大家分享这款是旺财玩具所推出的红色大名 它是用了铁技巧推出的一个不可变形的Atmos Prime 然后赋予它变形的能力 这个在先前他们已经有做过一款白色浪人 就是把这个闪电霹雳车的类似的赛车赋予了它 跟飘移之间的一个人形跟载具的转换 算是一个非常有特色 让人家记忆点很强的一个出发点 首先我要先致歉一下 它本身是可以胸口是可以发光的 但是它的电池型号比较特殊 我的话在我们家这边的话居然买不到那种电池 非常非常的不好意思 所以今天的话它的一个胸口的发光我就不展示了 领导模块我拿出来给各位看一下 中间的蓝色部分的话这个剔透度还可以 那放的时候直接放进去就行了 那它的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里头有这个电路板 它本身的话发光的话是只需要使用 这一个 它这个枪前面的话有一个磁铁 这个去触碰一下它就会发光 配件之一是一个金属部件的这个东西 然后还有一块这个是爪子的部分 它可以做一个简单的组合 爪子的话呢内外可以翻折一下 这个地方呢往内推下去 因为是金属的 所以推的时候呢是比较比较坚硬的 非常非常的紧实 甚至推的时候呢 如果你觉得手痛的话呢 我是建议各位还是使用道具吧 这样子推出来 简单的装置 这样子把它给扣下去啊 我们试一下 好 咖的一声那么大声 结果没有扣进去是怎么样啊 虚张声势吗 然后它的盾牌非常的巨大 这个一个能量盾 这个能量盾的话呢装在侧边 那这个洞的话呢 就可以安插另外一个兵器 或者是说呢 它还有一块部件 这个部件的话呢 是可以当成是小型的手炮 好我们就给各位做个简单的小转 是这样子 它就有一个向前发射炮弹的功能 然后呢 我刚刚有给各位看到了 这个东西 它其实是有两个的 两手都可以装 这个部件呢 这个形态 你各位可以注意一下 这个是安插在车子的侧边的时候呢 这个大枪 手炮 还有这个零件的一个组合的一个形态 各位可以稍微记得一下 那这是另外一对 我就不动它了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它这个仿佛能量盾一样的这个斧头 其实从这个地方 我们稍微去碰一下 把它给拆解开来 中间的这个连接部件呢 就是刚才我们可以扣在手上的这块部件 那我们将它取一下之后 将它的这个是 这个是什么什么斧头啊 就超级大斧头 我们就可以把它给扣上去 那这个组合的话呢 也是没有什么特别的难度的 这样轻轻一扣 就可以把它给扣上去了 就形成了一把大斧头了 这个斧头的比例来讲呢 如果你去跟铁鸡小相比的话呢 应该会发现这个斧头 其实做的还不够大啊 还是稍微小了一点点啊 这个 那这个造型的话呢 就不用我赞美了啊 上方的这个细节展示 给各位看一下 那这份量也是相当之足够了啊 那么它的最后的配件呢 就是它的一个替换脸的部分 但是呢 我个人觉得吧 这款OP的话呢 还是不用替换了 它的脸的话 有一张是露出正常的表情的 另外一个就是一个战损的 一个口罩破掉一半的版本 它的背包呢 呃 其实是可以很轻松举起来 但是呢 我们今天就不要做这个展示了 我们要展示的呢 是把这个大枪呢 给收到背后 很简单 就是把这个通道给打通就行了 然后呢 这些武器啊 这些突出来的部分 就把它给收进去 然后从这个地方啊 从这里 这个突的面的话 就是朝外侧这样子啊 用力的呢 也也就稍微使点力气啊 把它给扣下去到这边啊 这样就行了啊 但是呢 从正面来看的话呢 还是可以看到 突出来一点点 但是呢 也已经算是有一个 算是把这个大枪背在后面的 属于OP的一个 转有的一个设定了 那它的一些细节 我们就给一起看啊 头是一个球形关节 面雕做的还可以啊 这个口罩的表现 我觉得算是比一般的OP 看上去还稍微正常一点 特别是这个侧里 也真的是挺好看的 那胸口的话呢 在不打开的情况下 因为透明件 可以看到内部啊 很可惜不能发光 手臂的话呢 它的一个可动度比较好 可以整个拉出来啊 这个上方上下方的话呢 可以做一个非常非常 黑皮的一个玩法啊 这个耐久度啊 是相当好 不过里头的这个关节量的话呢 稍微多一点啊 如果你要把它推回去的话呢 必须要按照它的一个特定的推法 才能够把它完全给推进去啊 各位反正你就知道一下就行了 然后手臂三度零度的转动 没有问题 手臂的平举的话呢 也可以完全的啊 可以完全的举出来啊 又把它给拉出来了啊 额头肌这里可以转动啊 根部这里也有一个转动关节 然后呢 这个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金属部件 可以看得到啊 手轴的话呢 是非常非常强壮的 手指的话呢 每一根指头呢 可以单独的移动 然后拳头也是可以转动的 腰身的话呢 也可以转动 然后呢 它的呃 现在比较流行这种日系 超级系机器人都会有的这个 你看到这里有个滑槽 导致于说它可以往前面弯腰啊 这样子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又一个类似于是脊椎的一个部分呢 会从里头冒出来啊 这里 这样可以看到 那弄出来 那上面这里有点爆开 我从前把它扣回去啊 分分 不小心分尸啊 然后裙甲 前裙甲可以完全的分开 然后呢 这块侧裙甲也可以抬高 这边 那抬高之后 它就是给往前面踢很多啊 然后膝盖的话呢 也是 一个一个一个 有一个稍微小小一个联动啊 但是比较可惜的是呢 它没有一个一个齿轮的一个表现的声音 然后这里的话有一个类似一压感的一个造型 然后这样子会联动到这个膝盖的部分呢 去做一个联动 然后呢 背后的这个 屁帘啊 可以打开 后方的壳动稍微少了一点 因为后大腿太粗了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还做造型的 轮胎在这里啊 那可以稍微去推动一下 这个滚动性比较好 上面这个比较紧一些 这脚 脚滑也是一个很好的结底 但是这里的话呢 就是必须把它给解锁开来 那平常没事的话 我还是会选择 把它给扣回去吧 那么进到它的变形环节呢 我们先把手给变完 我这一侧已经变形完成了 手变成这个样子的目的呢 就是要进行卡车头形态的OP 它有一个折到车子 车头后面的那个形象 你只要把它推成这样 最后面只要做一个推移的动作 就可以完成了啊 那我们这一侧的话呢 就给各位做一个示范啊 首先烟囱的话呢 把它给缩短 这个烟囱其实有点紧啊 然后往下面转下来 再来呢 把这个前方的这一块部件给打开 里头有一个部件 把它往鞋上推出来 转到这边 然后整根胳膊的话呢 也可以先把它给整个拉出来啊 这样子比较方便 我们做一个旋转 这里的话呢 你可以把它给转到外侧去 转到外侧之后啊 这里不要干涉的情况下呢 把灰色的部件挑出来 然后上方不是有一个滑杆吗 滑杆把它往外侧推过来 到这边 先到这边就行了 再来的话呢 我们要做什么呢 把这一块部件 我们需要的是这里 这一个 这个洞啊 这个洞要转到侧边 这个洞 跟这里有一个凸 这个洞跟这个凸要在同一侧 然后呢 我们再把这个手臂这个部件转到这里来 因为呢 这里的凸跟这里的凹 更正好要配我们 这里面的 上面有一个 里面有一个洞 下面有一个凹 各位你可以看一下这个位置 那推的时候呢 你就是要去练习 这里的话你可能需要练习一下 看到没有 这里有一个凸跟凹在这边 那这里因为 可能就没有办法特别给各位 这里有一块部件要推出来 然后就把它给扣进去 到这边 这里一样要推出来 好 推到这边之后呢 上半部已经算OK了 下半部的话 你把它转到侧边来 这一块部件往上面推过来 然后这个部件再转一个角度 你这样整个把它给推进来 这个地方 转过来到这边 塞到这个位置 这个时候就是它的两只胳膊的一个变法 看上去好像很嚣张的样子 这里还要提一下 拳头要握得很紧很紧 不然的话到时候会塞不进车头 然后呢 我们来解锁它的一个背包了 它的背包的话呢 是上面这里两侧 这里两侧的部分 要把它给稍微松开 其实这个有时候扣不紧 它自己会松开 两边这个部件把它给打开 打开 然后呢 它的下方这里是有一个 一个锁扣在这里 但是呢 刚一推到就顺势就推开了 没关系 各位知道一下就行了 把它整个给打开 这一片 这一片部件 这里有一片部件 记得等一下是要把它给推进 再来的话呢 里头的话呢 有一些部件把它给扣出来 这里的话啊 这一片部件呢 是容易去掉落的 这一片里面 里面翻出来 从这个地方 整个的给翻出来 翻到这边的时候呢 你可以 它其实这个地方 这里有一个转轴 这个转轴的话呢 是要稍微把它给 拉出来 撑开来一下下 撑出来一下下 它才能够顺利的 做一个回旋 当然因为 我们把它怎么说 你把它弄出来的时候 因为地心引力的关系 它会自动去往下 坠一点点 所以你可能 第一次变形的时候 你觉得说 它本来就可以翻转 其实它这个中间 是有一个小小的 一个缝隙在这里的 它这里有一个 有一个缝隙在的 你要记得把它给 距离给打开 那我们就先 整理翻出来的 这个部件 其实就是把你看得到的部分呢 通通的都给解开 这里有一些双动管件 你看得到的 通通都把它给解开 这个地方 还有一片 然后这样子翻过来 到这边 它是有一个 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卡扣 各位应该能看到 这个这里有一个缺口 跟这里有一个银色的凸 我们就把它给扣进去 都是 只需要调整 这个双动管节 就可以 把它给调整完了 然后另外一侧的话呢 我们翻过来 给各位看一下 我们把镜头带到这一侧 你可以看到里面 还是有一些东西的 首先的话 是这两片部件的 你只需要呢 不要让它超出去 外面的范围就可以了 然后这里外侧的话呢 有两个这个透明部件啊 把它给记得给翻出去 还有还有一块啊 这个部件记得要翻出来 翻到这个部件的时候呢 我们把整个背包 给做一个大回旋 整个大背包回旋 是从这里啊 从这个地方 做一个整个的一个大回旋 把它给转上去 再来呢 单独的呢 将这一块部件呢 给翻转 这样子 180度 然后我们就可以来处理一下 这个背包 那我提一下 这个背包 其实这个连接杆的话呢 是可以拔掉的 如果你真的觉得说 变形让你觉得很痛苦的话呢 你把它拔下来 再做变形 也是没有问题的了啊 那这一片部件的话 这里有一个小锁扣解开 解开之后呢 利用这里的双动关节 推上来 到上面这里啊 你要扣 这里是要做一个结合的啊 到这里扣上 然后呢 这个部分的话呢 就利用这里的这个双动关节 把它给 往内 推上去 到这里来 挨到这边 从侧边这里给各位看 这个双动关节 推进去 然后再挨上去 推到这里来啊 把它朝后面这里 这是形成了车子的一个 卡车头的后部的一个 像是推进器的一个位置吧 然后这个部件要推出来啊 这个洞的话呢 是等一下呢 是需要用得到的啊 这样子 这样一来的话呢 这个背包的处理 就算OK了 双形到这边的话呢 各位可能会怀疑说 为什么我头部先把它收进去 因为头收进去的话呢 两侧的轮胎 必须先把它给翻出来 但是目前还没有到 那个时候啊 我们还是得先把一个 预备的这个腿的部分呢 给做完 腿的话呢 这个地方有一个联动的 呃 一个一个连接感 这样子把这个裙甲的话呢 给往下面推下来 然后呢 后面的裙甲呢 一样的啊 往上面掰 然后呢 往下面拉下来 拉下来之后呢 侧裙甲往中间 做一个集中 好 往中间做一个集中 接下来的话呢 然后呢 就可以把腿部呢 给收纳到中间那个空间 那其实就是把脚呢 先这样子抬过来 到这里 啊 这样一来的话呢 就可以把腿给方前 那记得往内推到底 因为它是有一个齿轮的啊 这边的话呢 要请各位就是自己自己 自己去留意一下 这样子推过来 哎 推到底 那这样子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先把这个两腿中间呢 有一个组合的这个卡扣呢 先把它给推出来 待会呢 可以准备做一个结合了 然后呢 大腿的这个地方 啊 有一个部件 这里要把它给挑出来 这个的话呢 等一下会形成一个组合的位置 接下来的话呢 上半身呢 从这个地方 直接的把它整个给分开 分开之后呢 注意到这个地方 它这里是有一个滑槽 这个滑槽的话呢 我们要把它 啊对 这个啊 这个肚子这个地方 这里有一个腹肌这个位置 腹肌这个位置可以利用这个双动关节 先把它给推到前方去啊 这里给各位展示一下 这里刚刚应该先把它给变好才对 当然现在变也是可以的啊 这样子 把它给推过来 好 这样可能比较方便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往上面 转到 最上方来 然后你在往这里推的时候呢 这两个灰色的凸 才会进到红色的洞里头去 这样子 然后呢 接下来呢 怎么做呢 把这个下半身整个腰转 这里腰部的话呢 要旋转180度 好 到这个位置上面 再来这里的变形 就跟MP10有一点像啊 首先的话呢 我们把这个首先往前折一点 这块部件呢 终于的可以把它给翻下来了 翻出来 翻到这里之后的话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 它的轮胎呢 你必须把它从滑轨里面呢 往外面推 推到底之后才能够形成一个 转程90度 然后你顺势的呢 把它给往下面 然后这个地方呢 凸跟凹 从这个地方 你就直接的 拉过来 给它做一个结合就行了 这一片部件呢 往内推进去 到这边 把两个轮胎呢 从身体的内部翻出来以后 里头就终于形成一个真空的状态 那空了之后的话呢 我们才可以把这个头给收进去 各位可以看到呢 我的变法是这个样子啊 你先把它转过来之后 要把它往下面推 推下来 推到底 这样一来的话呢 两侧的天线呢 才能够躲过这个位置啊 能够顺利的呢 把它给翻到下方去 这样一来的话呢 就非常流畅了 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一个 大家都比较熟悉的 这个OP 这个手臂啊 翻到车子后方去的 一个变形的过程 那原则上的话呢 我们就是把它给往内塞 塞进去的时候呢 这个地方 有一个结合的卡钩在这里 记得要把它给扣上去 这个地方 一旦这里扣上了整个结构的话呢 就已经非常的 基本上是很完整了 然后拳头啊 记得拳头是要握得很紧的啊 要把它给能够塞进去呢 才是完整的一个变形 翻出来这样子 OK 你至少这个拳头是必须能够放进去啊 那后面的这个地方呢 这里 可以看到里面有个红色的图 它要扣进去我们刚翻出来的那个位置 那个洞啊 记得把它给扣上去 好的 那这两片呢 呃 屁连的话 其实它没有固定 就是放在这里而已 到这边的话 各位应该也就能够看得出来 接下来就是把它整个这个车子的这个前方 整个给往前面压下来 那在压下来的时候呢 车顶盖的话呢 必须先扣好啊 车顶盖的这个地方有个组合的卡扣 我觉得这里是应该先把它给扣起来的 然后呢 前方这个部件顺势的把它给放下来 到这边 到这边 好 都扣的差不多 这一片的话是这里 这一片部件是上来 到这边 它折一个直角 这里扣上去 到这里 然后呢 后面的话呢 刚刚我有提到说 这个翻出来的这个洞 翻出来这个洞 就是要跟手臂的两手中间 它有这个突跟刀的一个结合 这里 其实是应该先把它给扣进去啊 这里 两侧 给放进去 车顶盖的话呢 这里可以组合起来了 我们把它给收进去 到后面这边 好 这里的话呢 把这个灰色的凸呢 扣到侧边 它有一个也是一个空间 把它给扣进去 好 到这里 那基本上呢 到这里的话呢 整个密合已经差不多 那你就会发现说 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空洞 这些东西去哪里了 其实就从它的车子的后面 应该说 人物的腿这个地方 把它给拉到前方来 车尾巴的变形 我看它那个 说不算的变法的话 好像会凸一块 我是比较直接一点 我直接把它往下折就好了 然后从车子的侧边 这个地方呢 打开之后呢 旋转一个角度啊 旋转过来的话呢 是为了能够 这个地方能够翻出来 然后前后这里是有一个锁 一个锁够在这里 把它解开之后 这整个部件呢 就可以翻出来 那翻出来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先把它整个给打开 打开之后的话呢 这里先往前翻一些 那我们呢 可以先把里面的这个轮胎 这个部分的话呢 我要给各位 稍微再解说一下 因为我刚刚已经提早 把它变过了 它的这个部分的话呢 你看这是轮胎 露出来比较多 那你如果把它给转过去之后 收过来 它就变成了是一个轮胎 比较小的一个状态 轮胎比较小的状态呢 是给机器人用的啊 在变形成车子的时候呢 我们必须把它给推过来 到这边 让它是以一个轮胎 比较往下着地的状态 对调到这边 这里有个盖板 记得放下来 到这里 好 先转到这里就好了啊 一样啊 这个地方还会再有一个锁扣的结合 但是我们最后再扣啊 以确保我们这一块呢 还能够正常的活动 然后呢 这边的话还要继续做一个翻转啊 那它的翻转 是先把它从这个地方 以这个转轴呢 为这个支点把它给转出来 转到侧边之后 你就看得更加的清楚了 这个地方 把它给翻上去 这里躲开这个地方 上来到这边 侧边这里的话呢 会形成一个更完美的拼图 这里有一个小小的滑槽 记得把它给扣进来 这样一来的话呢 就是用来填补车子的侧边这一带 各位应该就能够看得比较清楚了 那我的建议的话呢 是两边的话呢 都把它给翻出来之后的话呢 我们再来做前面的一个组合 那这里的话呢 就是后面这里 它里头有一个 凸跟道的结合 这个时候记得把它给扣回去 然后这块部件的话呢 就是放到侧边 就这样子也并没有特殊的处理方式 接下来就进行前面的整个的一个包覆了 整个的包覆的话呢 还要先经过 这里我变得好像太快了 这个地方 它这个地方解开之后呢 它有一个双动关节 把它里面这个部件给往内折进去 记得这个往内折进去 然后这里还有一处的双动关节 这里是必须要做的哦 折一下 然后呢把它往外面推出来 你必须要让这个角度能够出来 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啊 推一下到这里 接下来的话我们就是把它给整个藏到车子的一个最底下去啦 最底下去 然后我们可以的话呢 你可以先把这个bomber的部分先把它自己单独做一个结合 这里面的话有两个凸 这两个凸的话呢 就是一定要扣在这里面啊 它这里是有两个 两个洞在这里的 我们就把它给往下卡进去 变到这边已经是差不多了 整个一个车把人包起来的一个姿态已经差不多了 然后再做一些沿丝和缝细部的调整了啊 侧边这里的话呢 就是把它给这样子挨过来 这边的话呢 都有一个组合的卡钩 像这里有个红色的凸 对下面有一个凹 那如果不小心扣太进去的话呢 就暂时的先把它给翻出来 那前面 前面跟上面啊都要记得扣上去 这个就是自己在做一个调整啊 这个是属于这个玩具变形的最后的一个步骤啦 本来看到旺财玩具WT02的红色大名 它的载具形态 本来的铁地小是没有这个形态的 但是呢 它们的设计都出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造型 不得不说 它的车尾巴 继承了很多OP的烂尾的一个形象 就两条腿 其实物理很容易就看出来啊 就是腿部就直接放在后面 然后这个地方的收纳呢 我没有按照合绘上面去变啦 我是直接照我的一个习惯变法 我就是把它整个压到平 虽然说它有一个像是车尾灯的造型 那是好像没有办法把它翻到上面去 这个也就算了 没办法了 而它的有一个很迷的一个侧裙甲的部分呢 我的建议是把变到下面之后呢 把它往两侧掰开 然后往上面去那去那去抵到底啊 这样一来的话呢 轮胎勉强能够达到一个滚动 有点卡了啊 但至少的话呢 如果你把它往中间集中放上去的话呢 我的感觉是会卡的更厉害 你自己去做一个调整 可能我某些地方没有调到非常的到位 但基本上的六个人组都着地呢 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 然后它的一个设计来说 我觉得最有趣的吧 还是车头的侧边这一带 肉不够啊 就把这个中心的长到脚 就是人形脚的小腿侧边 这个设计的话 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 上面的这个背包 形成一个很漂亮的造型 直接放在上面 而刚刚在变形的时候呢 我忘了特别去赞美一下 它的一个小细部的调整 人形的肩膀的调整的话呢 在肩膀 人形肩膀的后面呢 有一个把一块灰色不见拉出来的部分呢 就是为了要收纳这个背包 两边的凸要扣在两侧 这个地方的话 我刚刚忘了提啊 现在再补充说明一下 还有这个轮胎 两侧的翻折 让这个轮胎往上往下呢 形成在车型下的一个底盘的话呢 可以让轮胎着地更多 这个都是很有趣的小细节啊 那两腿的合并真的很潦草啊 直接一个地方扣上去啊 不过呢 由于它前面的卡扣扣了很多 其实它一体性很好 基本上扣上去之后呢 基本上就不会去散架的了啊 那我们看到它的一个车头正面 这个就不是很像地球的载具啊 毕竟它是IDW风格吧啊 所以的还原这个部分呢 也就不多提太多 而在车型状态下呢 它的其他的外挂的话呢 我们就一并的将它给挂上去啊 那其他的话呢 则是这整个配件 那这整个配件的话呢 按照这个方式组合情况之下 我们这里可以看到这里有两个洞 它是要扣这个两侧这里 所以说呢 我先把它扣上去 这样一来 就形成了侧边的火力支持的一个样子 如果说啊 你不想扣那个武器 其实这一片部件的话 单纯就这个部件的话 我们这样把它扣上去 你可以看到 这个部件 你不挂 无外挂武器 你单纯扣上去 它也形成一个 蛮不错的一个遮蔽物了 那这个呢 就是它将所有的这个搭载火力 都安装上去之后的样子 看上去还是蛮生母的啊 战斗力应该很强啊 有一个很强的 这个金属的保护啊 当然这个 就是防护跟攻击 全部都兼备啊 车头的话呢 变得更加的猙獰啊 那这个尖爪的话呢 如果你要做一个冲锋 近距离的薄杀的话呢 就再次的把它给翻出来 那么总结来讲的话呢 这款红色大鸣呢 最大的优点就是 它赋予了一个很帅气的机器人 多了一个变形载具的一个造型 那这个过程当中呢 变形是有一点点小小琐碎啦 但是也有它亮点的地方啊 就像我提过的啊 车子的一个呃 角人物角的侧边 这一带可以补到前面来 那么它的一个顶盖 这个地方的话呢 这块部件里头的细小部件 收纳比较多啊 就是这个整个的一个车头 那全部收到 这一块背包里面 然后再从背包里面 硬塞到人的身体里头 这中间的有一些零件的话 是比较细小一点点啊 虽然不至于断了啊 但是它还是比较小 在掰的时候呢 特别是像有一些 像金属部件 有一些东西呢 你去掰的时候 这款玩具玩起来 有些地方手 还是会有一点头痛就是了啊 不过它最大的卖点呢 还是在于说呢 有一个非常好看的人形 然后赋予了它一个变形的 好吧 你即便当它变形是送的好了啊 这个东西呢 也算是个赠品了啊 那今天的话呢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边 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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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